那么旭林湘第一座明雅丸公墓那谷墙启用之后 紧接着水源和布拉旦两个部落 在11号召开动工前的说明会之后 将会在12月初就会开始动工 而景美村长金志雄 水源村长洪明辉见证了那谷墙启用之后相当有信心 部落明年就会有那谷墙 共同来解决目的不足的情况 明雅丸部落会议主席蔡流光表示 在启用那谷墙之前 就有村民告知自己的祖先 长得高兴要进入那谷墙安置 蔡流光表示这是祖先对主人祝福 那在前几天 这仪式还没有进行之前 我们就有部落的村民 已经先被我们的祖先托梦 就是他的仙人 跟一些很多他不认识的仙人都提着他们的墓碑来报名 来排队说我们要搬新家 那表示这个是一个好的兆头 表示我们的仙人几乎都同意都愿意从潮湿或淹水的墓地搬到干净的而且漂亮的新家 我想这个是说到我们神的祝福以及各级政府各级单位的协助跟帮忙 即将要动工那谷墙布拉丹部落和水原部落的景美村长金志雄和水原村长洪明辉也前来见证启用的仪式 之后参与之后也相当的惊喜原来那股墙是相当的环保又清净 真的很让我自己看到的很欣慰 我希望下次就是换到我们水原村的时候 应该我们族人我们部落村民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让这个我们自己现在满脏的问题 能够建造像这样的那股墙 到时候我们村民一定会更期待 更期待我们下次第二次启用典礼是在水原村 也很感谢我们代表以及乡长各个村长 葡萄事务组长共同去经营 看到这个关门这个地方 他的土腾里面 那经过我们这边代表 或是主任这边一起同意的 那我们明天召开也是一样 把这些说明给村民看 需要改进改善的 那我也很恭喜我们家温社区 一样上个月也通过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还要召开说明 更感谢我们一起团队 来看这样的土腾 那我们以后的未来 也是一样比照办理 也很感谢我们一起团队 来这边观摩谢谢 新闻想让我们给表示 明耀晚那股墙启用之后 也成为全乡示范的公墓 大家可以前来光摩全新的设施 不仅有太鲁格族的图腾 和宗教信仰的象征 让大家前来祭祀祖先的时候 环境可以说是相当干净 那股墙的设施也更加忍性化了 记得继续继续继续到